好 有屋神 就這樣差不多了 这个机器呢 因为这个模具的直径比较大 它是圆形20的 所以我们在调这个变频器的转速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超过25 最好在25以下 这个速度呢 千万要注意不能快 因为整个机器呢 现在已经是 基本上是蛮负荷的在工作了 速度一旦快了之后呢 很容易对机器造成磨损 看这是我们压出来的药片 第二个要保证 我们进去的粉末的状态呢 最好是做成很漂亮的颗粒状 特别提醒一下 这一个转速啊 不能超过25 这一个转速度 就说了 这一个转速都会有阻碍 好 这一转速的颗子